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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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做品牌的 我是公關行銷出身的 在這個產業大概有15年 我們昨二輩子 我那時候在講的時候 那個實力的總議員就在笑我說 你講15年是想要人家覺得你很年輕了 還是要人家給你很老的 我希望大家覺得我很有經驗 是一個很有經驗品牌 做品牌經驗的小便士而已 OK 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自己是品牌出身的 那我們 我的公司叫私卧 我們在台灣 上海跟青島都有個公司 基本上我們從品牌的頭 也就是說如果要創立一個品牌 從它的概念 從它的策略 它的命令 然後一直到後面 它的包裝 它的生效 我們這邊都有做 那今天這個場子叫創業時刻 剛剛也做了一個簡單的統計 現場其實都是 可能都是要以實創業為一個 那 作品牌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方法論 但是可以適用於各種產業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現在的客戶 它有橫跨 有食品 但是也有服飾 基本上我自己的願望 是食衣住行育的 全部都要做完一不也 那我的願望都要實現了 那以前來說的話 以台灣來說 我們實產業做的非常多 為什麼 因為台灣整個產業環境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剩下幾種產業而已 一種就是以食為主的 農事產業為主的伴手禮 然後再來可能一些相關的 觀光的產業 所以以台灣做品牌的話 大概就是這種產業 但近幾年來不知道 什麼服裝啊等等各種啊 最近比較前陣子比較常上新聞 就還沒被學局掩蓋了的時候 蠻常上新聞的台灣鐵路 也是我們在做 目前在做旅分營的客戶子 他們是也還蠻需要的 那因為我們要做品牌 我們後續還有很多的行銷推廣 能通路的部分 所以我們很多的策略聯盟 好所以我今天的講題叫做 如果我們要做實創業 或是我們想要做個實品牌的話 我們必須要有好的起手勢 起手勢最近也很紅 有好的起手勢 你的功夫騰打得好 但是有好的起手勢不代表 你在這場這個打架裡面 就一定會贏 他只是說你一開始的時候 至少你站在一個正確的起跑點上 你跑的可能會比別人容易一點 所以呢 我剛剛漏了介紹 我同事也來人的問會TGA 就是剛剛副總統也有提到 TGA的品牌顧問 還有經濟部工業主品牌 台灣的品牌顧問 所以我今天站在一個品牌顧問的角度 跟大家來分享出一點這件事情 我們在看到創業的時候 就是創業時一刻在講實創業 那我是做品牌 所以簡單來說 我想要今天要談的是說 大家心中的一個疑問 創業跟創品牌這兩件事情是等於的嗎? 有人搖頭 這個答案我沒人會告訴你 或者是簡單來說 因為創業有太多這個妹妹嘎嘎在裡面了 他可能還有很多公司治理的問題 所以簡單來說 開店買東西跟創立品牌 它是同樣一件事嗎? 所以我想 我今天想要回答大家這個問題 但如果我覺得它等於或不等於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這個問題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我阿公的年代 就是賣東西等不等於做品牌? 這件事情可能是等於的 在阿公那個年代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阿公那個年代呢 我還記得我們那個時候 剛剛開始做廣告行銷 然後我有一個屬下 他回去跟他的阿公說 他是在做廣告的 因為阿公問他說 到台北去北漂的時候 到底做什麼工作 他說我是在做廣告 他阿公說了一句話 喔!這尾砍棒耶喔! 所以在阿公那個年代 做廣告行銷就是尾砍棒 那其實簡單就是做宣傳而已 所以在我們以前的那個年代 老一輩的年代裡面 在生產製造的年代裡面 其實做賣東西就等於做品牌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常常聽到老一輩跟你講說 不要做花錢做什麼廣告行銷 你只要把產品做好了 就是產品才是網道 你把產品做好了 東西自然會賣 然後會口耳相傳 你的品牌就做出來了 所以在那個年代裡面 做品牌跟賣東西不一樣 我的答案是一樣 對不對? 因為可是他的意思是 所以你不用做品牌 因為你只要把產品買好了 把產品做好了 你的品牌自然就有 所以在阿公的年代是那個樣子喔 但是慢慢慢慢呢 我們的時代就進入到 越來越多人 因為以前是做資訊不對的財 的發譜 資訊不對的財 只要你有資訊 只要你有資源 只要你有人脈 只要你有關係 你拿到好的產品 你找通路賣 這件事情就成了OK 但是資訊越來越發達 越來越多人進入市場 所以你就發現你的競爭 變得越來越激烈 所以在這個年代裡面 叫做區隔的年代 我叫Segment Market 就是你要做市場區隔的年代 做品牌跟做賣產品 就是兩回事了 你會發現你有好的產品 不見得賣得出去 你要找到正確的目標組群 你要知道他們在哪裡 你要知道他們喜歡什麼 然後你要投其所好 做他們喜歡的事情 你東西才賣得出去 所以在Segment Marketing的年代裡面 賣產品就不等於做品牌而已 可是這個時候大家談到的賣產品 還是停留在品 還是停留在Marketing的這個觀念裡面 它跟做品牌還是有一點距離的 一直到現在這個年代 哇這個年代叫做什麼 叫做瘋狂的風景大力需求的年代 因為有太多太多的人進入市場 大家都覺得創業很好賺 所以大家都進來投入生產者的角色 銷售者的角色 我是像一個周恩要死了 那在這個年代裡面 創業又等於做品牌了 賣東西又等於做品牌了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不做品牌 你根本賣不出去 就算你找得到好產品 你花了很多時間研發出了好產品 你會發現你賣了一個星期之後 隔壁阿伯也開了一家 跟你賣一模一樣的東西 他講跟你一模一樣的話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 你跟你的消費者之間沒有情感連結 他為什麼不去隔壁阿伯那邊買呢? 因為阿伯賣的更便宜阿伯跟你差不多 尤其這個問題在食農創業更嚴重 因為他的進入門檻比較沒有那麼高 不是說完全沒有 那今天說難提一面 讓大哥很懂得選茶對不對? 那我也要做一個茶品牌 我茶樣二阿 對不對?他茶樣一我茶樣二阿 我不會跟著梁大哥選就好了嗎? 對不對? 所以你的核心能力到底在哪裡? 你跟你消費者之間的連結到底是什麼? 所以在今天這個年代做品牌又等於賣產品 賣產品又等於要做品牌了 可是這個時候的等於是 你不可以不做了 因為你不做就是按死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在談的做品牌 我剛剛有透露一點 我們所謂的做品牌不是做行銷 我們所謂的做品牌是 你要跟你的目標族群 產生一些情感的連結 如果他今天不買你的東西 他跟他去買隔壁阿伯的東西 他心裡會有愧疚感 晚上睡覺的時候會做噩夢 他會覺得他對不起你 那換句話說 這叫做種了情花之毒 他會覺得他跟你有一個情感的連結 他不得不買你的東西 你不要很小 有很多Nike跟Elitas的粉絲 那叫腦殘粉 他們真的是這樣子 他們已經盲目不到我喜歡這個東西 我買這個東西 是一種不知道為什麼的境界 那這個就叫做做品牌 所以我們今天要達到這種地步 才能夠叫做做品牌 我剛剛說我擔任過農委會的這個顧問 他當分成兩種 客戶分成兩種 我在做顧問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我的職業是通靈 我每次在做顧問都在通靈 有兩種企業 一種叫農食企業 大概跟現在這邊在座分享的 這個大哥一樣 他們都已經是一個企業了 但他們的狀況是 已經具備一定的規模跟經驗 所以過去大概都是以B2B的這種代工 或者是貿易為主 那要轉做自由品牌 產品的掌握度高 可是品牌的駕馭度低 像這種客人常常 這個廠商 他們常常問我的問題是 我覺得做品牌沒有用 我已經花錢做了品牌 可是沒有用 所以他們都是品牌無用論的人 那另外一種叫做農食的個體 從零開始基本上想做品牌 梅根劈頭坐下來都不怕做品牌 然後問的問題都是 請問我想要做品牌 請問品牌要怎麼做 我已經取了一個名字畫的一個logo 接下來我是不是要做名片跟DM 然後我都想要跟他講說 不然你回家通靈 我通靈好了 我都不知道應該要怎麼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簡單來說呢 如果你還是後面的這個 就是這個食農個體部的話 你還在求生權的階段的話 那就是要聽大哥的 你要怎麼做 你就先搶娘搶人搶地牌 那但是這句話的本來 原本是要搶娘們啦 那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還在求生權的階段 你可能先不能談品牌 我不是瞧不起小農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做品牌跟創業真的是兩回事 我要分享一下 我最近有一個客戶 我在訪問他的時候 問他說 欸你是創業者 你現在做了什麼成功 你想要做品牌 因為我剛剛幫他做完rebrand 如果你要分享一句話 跟你的這個同業講的話 那你覺得創業跟創品牌 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他的詮釋非常的好 可是有點幫微鼓勵廣告的心理 他說我覺得創業 你必須要卡古和mQ 為什麼 因為你的身段要柔軟 因為創業這種事情 就是有一塊就要賺一塊 有兩塊就要賺兩塊 這邊擺明了就有錢 你要不要賺 所以你的身段要放得非常的柔軟 每一分錢都要撿起來 那有的時候你可能就不能堅持太多事情 但是做品牌不一樣 做品牌你是這個怕 欸對不起台語不好 打斷手骨 也要繼續做下去 這句台語怎麼講呢 打斷手骨 電動用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是要做品牌的話 有些事情你就必須要堅持 我的品牌是怎麼樣 我就不能為了要賺那一塊錢兩塊錢 去把我的身子骨蹲下來 我就必須要撐在那裡 即便今天我的業績掉下來 我還是得撐下去 所以做品牌 顧頭要很有 但是創業身段要很柔軟 那我現在有點那個文符不符 因為時間不夠 因為我還沒有講到創業的起手師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創業的起手師 我會跟主辦大會再要求 下次還要再叫我來把起手師講完 如果大家對於怎麼樣創業 怎麼樣做品牌的時候 起手師如果對了話 我可以把這整件事情做得很平順 我們可以在下一場創業時刻 順便拉課一下 我們可以在下一場創業時刻 我們把創業的正確起手師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只分享到創業跟做品牌的差別在哪裡 謝謝各位